所以你不要跟我說 幾個禮拜沒有 對 幾個月沒有 我說可以算年的 可以 茂密問一下已經多久了 兩年 你想想看他有抱怨過你什麼嗎 覺得你結婚後你變了什麼 有他說我不會撒嬌耶 他說我真的不想 他就很理性的跟我講 他這樣講 對他就說 你放心我不會給你壓力 男生這樣講是真的假的 對我就覺得怎麼可能 其實我這樣子覺得 好我卸下心房 就覺得 好那我這樣對你也沒有虧欠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變成 本來很親密的戰友 然後變成室友 我們這個單身行不行 做了一年多 今天算是尺度大躍進 夫妻之間的關係 今天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 現場通常一開始大家舉牌 要誠實作答 你覺得現在這個 你們夫妻之間的性生活 你覺得 還有興趣的舉綠牌好不好 已經覺得沒興趣舉紅牌 好不好 誠實作答 誒 4比1 只有你 白臉了 白臉了 銀秀是誰沒興趣了 這個其實我覺得就結婚以後 我覺得時間拖得越長 其實後來那個火就是暗暗暗掉了耶 我結婚已經有十年了 然後我覺得一開始結婚之後 大家都還有一些微微的微溫 你知道嗎 但我們後來結婚到第七年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也是高齡產婦了 也快到四十歲了 所以我覺得 趕快吧 這時候要來生小孩囉 所以我就急摳 那時候 為了我要做功課 而叫老公回來做功課 對 然後 有了小孩之後 很重要啊 跟時間晒跑啊 對啊 不然我到時候真的不能生 你還怪我呢 對啊 醫生都說要把握時間啊 對 醫生一定是恐嚇的 對 當然 然後我以為生完小孩好一點 後來發現 你所有時間精力都給小孩 反而什麼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發生 什麼叫什麼都沒有 你一點點都沒有 歸零歸零 沒了啦 昇華了 關燈都可以數星星啊 對啊 數到出太陽 對 紅燈都來了 對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 幾個禮拜沒有 對 幾個月沒有 我說可以算年的 可以 茂密問一下已經多久了 兩年 但是在我朋友之間 我真的不算時間長的 我說真的 嗯 對 我不是你朋友 哇 你嚇到了 我嚇到了 我嚇到了 我又跟你活不熟 你活不熟 好 嚇到了 我剛才 我剛才分享 其實我自己都聽過 也蠻誇張的 我一個好朋友 他大年紀比我大很多 他就說 他跟生完第三個小孩之後 就沒有了 然後想要 小孩幾歲 他兒子上個月結婚30歲 怎麼30年都沒開火 不了解 我們單身不了解 怎麼會這樣 好歹也發個年終吧 是不是 發的話 連年終都沒有 三節也沒有 所以剛剛 我那朋友的分解點 是生完小孩之後 那你剛剛講的 好像也是 就是 就是 所以生孩子 對你們兩個來講 反而是 就關燈啦 再也沒有 因為我們把所有的時間 都給小朋友了 我們的愛給小朋友了 那個積極做功課那段時間呢 那就真的只有做功課了 就是為了做 做出小朋友 對 為了小朋友而做功課 小朋友出來就沒有功課啦 對啊 那你覺得是當中誰變了 是你因為要陪小孩 我覺得 兩邊的關係都有變了 因為 女生的話 他上班我也上班 但我要同時面對 可能 柴米油鹽醬醋茶 男生可能 他就覺得 我有責任了 有小朋友 我有經濟壓力 我對這個小朋友責任 所以大家開始變成 感性當中變理性思考 當我真的想要來那一下 他也想來那一下時候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荷爾蒙 我們的所有精神 告訴你 關燈吧 就他就睡覺了 他就滅掉了 他連荷爾蒙都講 都有飛行掉 會滑掉 會滑掉啦 問一下鄭醫師 鄭醫生 有可能因為生小孩這件事情 讓興趣全無嗎 其實不是沒興趣 是因為太多是外在的干擾 大部分都為了小孩子 站最多啦 其實大家都是以 小孩子為中心 這也是無可厚非 厚非啦 但重點就是說 要去想方法去幫他姐姐 我覺得其實這時候 父母親或者公婆 可以幫上忙的 公婆還可以幫這種事 怎麼說 不是幫忙做這個事情 不要小孩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嚇人喔 你這樣講 害我都受驚了 我是說受到驚嚇 真的 他重點就是說 很多體現的父母親會說 我看你們這麼忙碌 我們不然這個週末 我們幫你帶小孩 你們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這種公婆 現在其實是不少 對 其實是或者 我能去跟他說拜託一下 我們真的實在蠻老的 都沒有睡飽 是不是可以某一個 週末某一天 或者半天也行 只有白天就好了 那我們可以休息半天 或一天幫我們照顧一下 這絕對有幫助的 因為如果有心啦 就是說我們真的 實在是花費這個小孩子 浪費時間 不是浪費時間 花費時間在這個上面 日以繼夜這樣搞下去 我們自己什麼都沒搞了 這也沒搞錯 對啊 如果我們母親 有的期待下一胎 會說 稍稍稍稍稍再招下去 還有一胎 還有一胎 那他這個 生過兩個三個 他說 這樣嗎 你就不用拚了 做我心抱歉 不對啦 不對 你想想看 他有抱怨過你什麼嗎 覺得你結婚後 你變了什麼嗎 有 他說我不會撒嬌耶 因為以前都會說 勾勾他的手說 我們一起來吃個宵夜吧 然後我們看個電影吧 我們喝個小咖啡吧 結婚後 現在 那我回來吃飯啦 今天是那個虱目魚 還是那個無鍋魚啊 你想吃什麼 好無聊 男人聽到這個 你知道嗎 就不是撒嬌啊 就是魚臭味 都會變耶 可是我們是因為 在經營婚姻 而不小心變了 我覺得是這樣 太認真經營婚姻 他講他認真經營婚姻 反而變了耶 因為專注很多財米 其實我覺得認真經營婚姻 剛才我覺得他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有一句話叫做 牽手比做愛重要 那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是這樣的話呢 因為其實老實講 男生跟女生 我們注重就是什麼叫 軟育身香 你知道嗎 就是說當你在牽手的時候 肉體上面 一定會一定有所接觸 對 尤其我接觸的時候 它才是個導火線 然後才會有後面的 這個病病轟嘛 可是如果說現在 因為婚姻的這個忙碌 連牽手 你觸碰到對方的肉體的感覺 都沒有了 那反而就是會讓你們的感覺 會越來越疏遠 而會變成就是說 當老公他的手揉上女生的肩 他就覺得你要幹嘛 你今天是要幹什麼 那你就會覺得好像有所戒備 所以說我覺得 反而會跟大家講說 不要一直去注重說 我們一定要開機要開工 而且說平常我們就是有一些 親密的擁抱 甚至是牽手 那個才會很自然而然的 帶向是床上的運動 你有跟老公想要溝通一下嗎 其實在兩年當中 我沒有一天沒有去想說 我們到底怎麼了 到底是我有問題 還他也有問題 還是我們的婚姻有問題 我每天都在想耶 然後我有一次我就是 在我們在照顧小朋友 在哄他睡的時候 我就說 你難道都沒有想過嗎 我們真的都沒有 在一起啦 牽牽手啦 抱抱啊 我覺得這是 不正常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 對他也愣了一下 他覺得我突然就變理性了 但我覺得他其實是有想 我當然有想我才會問他嘛 可是我覺得他不想 造成我的困擾 就像今天我工作很晚了 我還要回家 再帶便當回家 再照顧小孩 難道他跟我說 他晚上弄到十一二點 他還想要 他是加我班耶 所以他可能是體恤我 他就說 我真的不想 他就很理性的跟我 他這樣講 對 他就說 你放心我不會給你壓力 男生這樣講是真的假的 對 我就覺得怎麼可能呢 其實我這樣子覺得 好 我卸下心房 就覺得 好 那我這樣對你也沒有虧欠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變成 本來很親密的戰友 然後變成室友 但我覺得後來也不太對 因為我覺得 既然兩個都想說 要牽手走一輩子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兩個可以陌生到啊 有一次他是真的覺得 他現在好想放鬆 他來我們家 就是我們的主臥室浴缸 泡個澡 我只是進去拿個吹風機 我把門打開 當然他就裸體嘛 但他就突然就 就把他毛巾這樣 噔噔噔噔噔噔噔 把他的地方蓋起來 我想說怎麼了 怕 怕你看到 對 變了 對 會變了 然後還有常常我也在 不是 更多約會的時候 對啊 也不曉得覺得 好像叫我 叫把那個火滅掉的感覺 是要滅火耶 這好傷人喔 好奇怪對不對 怕你看喔 然後我也覺得 那個動作好很狐疑 然後有時候我們在衣帽間 當然我會進去換衣服 他當然不知道 他可能進來要拿個領帶而已 然後門一打開 然後我剛好啊 然後他就說 欸 抱歉 抱歉 你也會叫 我叫 然後他 抱歉 他 你們兩個在幹嘛又難出 我就覺得很奇怪 道歉說不好意思 太奇怪了 對 好像是鄰居創進來 真的是有流流耶 好像是鄰居耶 我也不懂 不懂 不懂 我覺得 我在猜是 他可能在泡澡的時候 他可能也是在自己解決 他只是害怕你 看見他 起來的樣子 因為你知道有些 老公啊 會認為說 他其實他今天有欲望 可是他真的是害怕去 造成老婆的困擾跟壓力 他會認為說 我愛你的方式就是我自己來 所以他那一句我真的不想要 其實是騙人的 對 其實一定會想要 只是他認為說 我覺得你太辛苦了 那沒關係 這件事情 我有慾望的時候 我會自己滅火 所以也許他在浴缸當中 他是做這件事情 那也許那時候 他把你的衣帽間門打開 他也許也會認為說 你可能在處理你自己的事情 也許我不小心干擾到你 所以他可能以為 你也是在 面臨自己的火 他有人都跟我說 他才跟你說不好意思 你好好照顧 你好好照顧 對 他也很貼心 他以為人都跟我說 你就把小孩帶好就好囉 你就是好好照顧小孩就好囉 可是我覺得怎麼會是這樣 你生了小孩 反而是孩子的爹 孩子的娘 因為其實我覺得 大家不要認為說 性愛跟自己來 好像目的都是達到高潮 其實它的過程是很不一樣的 為什麼 其實性愛很像 我們在吃牛排套餐一樣 我們要淺菜 我們要有一個氣氛 這樣慢慢的營造 可是其實在自己解決的時候 就像你去偷顆岩酥雞 你自己一個人拉個啤酒 拉一袋岩酥雞 很快快很準 好嗨洗洗睡 跟性愛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說很多人會認為說 其實今天我只是肚子餓 肚子餓有很多解決的方式嘛 我就偷嗑個泡麵 我爽到了 我就OK啦 所以說其實我認為 大家也不要去care說 為什麼你今天自己來 他並不是不愛你 他是真的很體諒 男生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哦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